李佩玉 行刑前 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通敌 和汉奸同罪 丢人 我呢 好歹是个官 就不给家人留话了 从郭院到现在 你是一声不吭啊 看来 你现在也没什么可说的 对吧 我要说 请把我眼睛上的黑布拿掉 说吧 这是不知死啊 都有 准备 开枪 看见了吗 这回知道什么是死了吗 还没有话要说吗 还没有话要说吗 好 放心吧 你是一定会死的 但结不是这个事 现在你对我们还有用 给带回去 是 走 老秦 你猜猜白兰这箱子里边 藏的什么秘密 这不是大导写给白兰的情书吗 难道还是密电码 一百三十七封情书啊 这个白兰始终拿这些情书当宝贝 这说明什么 说明情书对他很重要 没错 就算白兰在防空洞里边 都把这些情书拿出来 一遍一遍读 这又说明什么 那吕作你的意思是 白兰啊 是一个用情很专一很专一的女人 这一点我可不敢构头 她既然用情很专一 那为什么甘心给李培育当聘头呢 老秦 女人的事你不懂 有些女人啊 她心里边装着一个男人 但可以逢场做戏很多男人 你好好想想 一个能够让白兰去死的男人 恰恰是咱们攻破白兰的突破口 那吕作的意思是 用这个男人 逼迫白兰开口 那当然了 可问题是 写给她信的这个大党已经死了呀 老秦 我不仅能让那个大党活过来 还能让大党开口说话 我 松子 我是大党 我想念你 同样的月光下 照亮了一张苍白憔悴的面孔 水波式滑落的头发 让我怜惜的将替你隆起 在这静夜里 对着窗外的月光抽一支烟 看着有点幽蓝的香烟腾气 发现寂寞又来 像灰尘一样 无处不在 一个人前针低差 终觉无为 夏天的这一个无缝的夜晚 我坐在阳台的摇椅上 手上一杯老酒 细上是刘永慈己 我说想你 我的白衣女郎 大道君 你等着我 我很快就到海边陪你了 我们永远在一起 只可惜 只可惜我到现在 还没找到 杀害你的凶手 白蓝 据我们所查 杀害大岛君的 有可能就是你们的人 他是谁 是传奇队长 还是河边次郎 我们认为 这两个人都有可能 现在只有你跟我们合作 才能抓到他们两个人 我答应你 如果抓到他们 由你来亲自审问他们俩 你就会知道事情的真相了 プ 다양한提前 但是职位 都能不能 会公开情的 是不是 彩虎 这么会 怎么发生的 那你爱他吗 我当然爱他 你爱他 就应该替他找出杀他的凶手啊 因为现在 除了你之外 没有人愿意为他做这件事情 好 为了大岛军 我愿意和你们合作 是